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闪马田赛马习作 今天是2020年3月23日星期三 拍片时间大约正午下午 有一个新的消息可以跟大家说 就是莫丹尼跑了今晚就不玩 这条影片会跟大家分析内容去脈 开始之前也是简单提提大家 如果还没订阅我的频道 麻烦可以按订阅 再按旁边的钟即更好 当然这个第二频道叫闪马田去片 也希望大家可以订阅 会有越来越多的影片 主要是以马会赛视频、视习片 如果要用到的影片就会放在这个频道 也希望大家可以支持 至于看广告 以前我经常叫大家看广告 但是现在就不好了 因为近期都是怎么说的 影片的收入之前广告 有部分被人斩得很厉害 原来现在YouTube有其中一个新的规范 就是说不太想那些是直播主 或者我们这些YouTuber 呼吁他的支持者看广告 所以大家看广告的都是随缘好了 我就不会再呼吁大家要看广告 这个原因也会迟些 直播也可以再解释 好了 废话说完了 直接去主题了 今天刚刚而已 半个小时 大概一点多钟 牌照委员会决定 书面决议 批准莫丹 撤销马会的 骑士牌照申请 由2022年4月1日开始生效 莫丹是基于家庭理由 是需要回澳洲 因而提出申请的 这个是4月1日 其实记得莫丹来香港的时候 大家知道他是跟加里同乡 都是澳洲骑士一起来 两位骑士都做到轻磅 马会的介绍说 他的优势是113磅可以骑 之前在墨尔本度过成绩非然的一季 莫丹尼至今累积头马超过900多场 因为去过很多不同的地方 南韩、马来西亚、毛利球斯、纽西兰、新加坡等等的拆棋 其中在新加坡赢得近50场头马 这个要落一个住脚 其实当年他在新加坡 应该骑了大约三季左右 但是那些头马数字 每季都是十几二十场 十几二十场是什么概念呢? 说的是新加坡 如果比较前列的骑士 在那时候来计算 一季可以赢80、90场 莫丹尼就赢了十几二十场 他只是进不了头十名而已 他的成绩是很普通的 而且他在澳洲 金过马季 是刚刚的麦尼本的赛棋成绩好 但是之前他是二三线的骑士 为什么金过赛棋成绩会特别好呢? 就是因为很多色尼的骑士 因为疫情 过不了麦尼本 形成莫丹尼多了很多实力的作剧 其实拍宝也有这样的情况 所以才让他赢了这么多 一级赛 大家看到拍宝而已 莫丹尼在2021年底 打开了一级赛胜利之门 其实之前他没有赢过G-1 是这个马季 是近两年才赢得到马 至今赢过三场一级赛冠军 他是维省的利南浦出世 跟随父亲的脚步 成为骑士 这里大家看到他现在在香港的成绩 暂时 未计今晚 他赢了250万奖金的两个Win 几个Pay之类 拆棋费等 就是百多场了十多万 加上奖金 就是说他今次香港之行 就赚到大概 你当二十几万左右 都是二十几万左右 你说我们普通人 如果来两个月 赚到二十几万 月薪有十万当然好 但是如果莫丹尼 现在他的气势回澳洲 赚的钱 随时会多 因为澳洲 普通的赛事 不要算 带赛的奖金 就不顺于香港 而且他基本上 每个星期 都会有一些高奖金的赛事 所以今次离去 两个表面的原因 第一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就是 在香港 莫丹尼的缺乏支持 大家记得 他赢了两只马 一只是董大 一只就是盈月 其中盈月 我特别可以说一说 这只盈月 他本身 其实这只马 就是大浪漫 如果大家看回赛事片 其实莫丹尼 他赢了这只盈月 走势是非常陷促的 我可以很直接跟大家说 还是大浪漫 他怎么说呢 他那个位置 明明可以拿出来 他没什么拿出来 然后打开门给他 他才开始 哎呀 都是要骑了 骑了上来 我不是说他的跑法 这个人斗志有问题 我反而觉得 一个初来步到香港的骑士 已经要接一些 没有命令的马 跟着你还要骑得很顺其自然的 过程点 初来步到的骑士 当然是不管你3721 我什么马都骑到尽 这么快要我做事 是吧 这么快要我做些无可打的事 那真的是没什么印的 这只盈月都没有了 就是收也收不下 结果就赢了 是吧 可能也不是很happy的 但是都是有马赢 都是要赢 是吧 第二个原因 这也是表面的原因 就是疫情 大家知道 香港现在的疫情 以及防疫的规矩 是很严格的 基本上马会是闭环管理 骑士限出限入 天天要做核酸 基本上 你和隔离了 都没有什么分别 自由度又很低 但是澳洲那边 都被放宽了 那里的防疫措施 比起香港是松了很多 违省 骑尼 都是的了 所以 加上他没什么卖赢 他就回澳洲 这个就是很简单的看法 但是 譬如我问一些消息 接近消息的人士 其实 莫丹尼 本身大家看到 为什么要特别说他的简历呢 他过往去很多地方 南韩 马来西亚 马来西亚 武里求斯 为什么呢 其实他安于做一个围省的二三线骑士 其实一样找到食 但是为什么他喜欢四围去呢 因为莫丹尼本身的人是好动 外向 浪人骑士 也有点贪玩 喜欢出街的 比如说 日头跑完马 晚上就喝两杯 又或者去玩一下 是好动的人 所以才去那么多不同的地方 去见识 去观光 顺便去跑马 找食 浪人骑士 来到香港 大家想到 你每天隔离 在马会闭环管理 又不行 那样又不行 那你又哪会有人呢 在香港 再加上成绩又一半半 钱又找不到 happy又没得happy 本来在香港 想要认识香港女生 但是现在就没有了 所以 形成莫丹尼 意兴难伸 快回澳洲 趁着现在还认识那边的大赛旗 看看会不会自己立好马旗 找钱好过 在香港 就继续留下 以上 就全部都是 莫丹尼真正的原因 除了表面说 是因为没有支持 和疫情关系 也是和她本身的性格 好动 外向 喜欢流浪 是有关的 这次莫丹尼的离开 虽然很突然 但是我们也有点意料之中 事实上很多 现在是外籍大师傅 都找不到吃 很多都是先钓着盐水 骑着先 莫丹尼 直接又不再钓盐水 回去 但是也有些朋友 立刻提出一个问题 既然现在莫丹尼走了 多了一个外籍骑士 空缺 喂 利敬国是否可以回来呢? 大家记得 利敬国当初 本来不是签加利和莫丹尼 是利敬国的 但是因为利敬国要隔离的时间长 马会就等不及 所以不要利敬国 就用那两个人 就用加利和莫丹尼 好了 现在走了莫丹尼 自然外籍骑士 又需求恩切 那利敬国也是时候 而且现在南非那方面的 疫情隔离政策 都放宽了很多 比如说隔离七天 马会一召他 基本上马会就立刻来 立刻补充4月1日 莫丹尼的空缺 所以说 到底马会会作出一个 如何决定呢? 以及利敬国 是否真的会再 批准来香港呢? 我相信他迟些也会 但不知道他现在 有没有即时的反应 如果是这样的话 最初他来不了香港 那这次呢 可以说是把隔离 看看4月之后 会不会见到利敬国 当然啦 这也是我纯粹的推测 都是要拭目以待的 最后也简单提醒大家 小弟眼有这个会员的Patreon YouTube会员频道 也新增了联费计划 欢迎大家课金支持 除此之外 大家在我的影片下面 给like、comment和share 我也会一样感激大家 无需课金也一样可以的 最后多谢大家收看 今期的闪马田赛马集作 我们下支影片再见 拜拜